刚创党就要在柔佛周选派兵打响他们首炮战役的Muda民主联盟党 最近话题十足 大家要跟老人政治做切割的企号 派出新人新面孔刷给选民新希望的Muda 虽然大家都知道他的创党人以及主席呢 是西蒙执政时期的前清体部长塞沙迪 而领导层大多都是没有从政经验的各领域年轻精英 但是他们在网络世界的气势真的叫人刮目相看 至于这样的网络声势可不可以换成一席呢 或者是对老牌政党会不会构成威胁 这就要等到票箱打开的那一刻才能够揭晓了 不过一党首席哈迪阿旺 昨天已经是第一个站出来向Muda开炮 他直接了当地说 这个Muda其实就跟诚信党一样 都是行动党在幕后催生 在幕后扶持的政党 是行动党要用来博取马来青年支持的优儿 还叫马来青年绝对不要上钩上当 那么整场演讲听下来 伊斯兰党的领袖特别是哈迪阿旺 一直都把行动党形容成是反马来人 反伊斯兰以及反君主制的华人政党 Muda是行动党的孩子 是听命于行动党的傀儡政党 伊党主席哈迪阿旺 昨晚在罗佛割打定义的国盟竞选机制推荐里上 向在场的大约2000名支持者说了这样一番话 面对哈迪的指控 火箭罗佛州主席刘震东 在接受八点字热报访问时 不止直接否认 还说这种什么都赖行动党的指责 其实是伊党惯用的老招数 尽怪不怪了 我想Muda是塞萨迪在18岁选民 崛起的时候成立的政党 跟行动党没有直接的关系 当然伊典党通过指责 这些其他新崛起的政党 说他们是行动党的支配政党 以便马来选民拒绝他们 我想这个是伊典党惯用的手段 所以也没有什么好谈 至于Muda这个来势汹汹 打着年轻人旗号的新崛起政党 对西蒙里的老牌政党 比如火箭和蓝眼会不会构成威胁呢 又或者他是不是可以跟西蒙相互配合 让在野的西蒙可以在选举上 产生更大的Wow元素呢 刘振东认为 在18岁投票和自动选民登记制度落实之后 Muda的出现刚好填补了青年选民 对政治需求的这个真空 也是一支催化剂 迫使现有的政党必须回应年轻选民的诉求 Muda的出现其实是逼使其他原有的政党 回应青年选民的需求 而青年选民需求什么 他们需求工作 就业 做生意的机会 教育的机会 还有各种各样的资源 怎么样逼使其他的政党都回应 我想这个是Muda的角色 可能他自己最后不会占很大块 但是他变成催化剂 催化所有政党 更关注青年选民的需求 Muda的出现 Muda的出现 H except